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提胡当家球星安东尼戴维斯 已经炒掉他的经纪人 很多专家都在分析认为 戴维斯这样是为明年签下大合同做准备 因为明年戴维斯有望签下NBA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份合同 也就是能够和母队签下最高5年2.3亿美元的合同 这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将乔丹的3000万的年薪提到4000万 花了整整用了21年 而4000万提到5000万 戴维斯只有了两年时间 十分之一的时间都不挡 而且他的平均年薪是5600万 直接将提高了1600万美元 这幅度签下戈登都还有剩余戈登年薪1300万左右 当然签下这份合同 必须要符合制定老将的条款 这个条款只适用于7到9年的球员 并且满足 一 在上一年度进入最佳阵容 或获得DPOY或获得MVP 二 在过去三个赛季 有两年进入最佳阵容 或两次获得DPOY或在过去三个赛季获得过MVP 而效力 玩下赛季之后 戴维斯将在NBA打满7个赛季 在过去两个赛季戴维斯都入选了最佳阵容和防守阵容 也就是说他戴维斯只要在新赛季出场 他就满足所有核球队签下5年2.3亿合同的条件 更令人汗颜的是戴维斯今年才25岁 也就是履行完5年的合同后 他才31岁 很有可能可以签多一份大合同 而在此前他已经签下一份过亿的合同 真是人生大赢家 你觉得戴维斯值得5年2.3亿的合同吗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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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